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李从文告诉大家真实任务 镇民决定共渡难关 与主任命组成武带着疫苗前往坝下镇 交给施兰 组成武照办 施兰将疫苗藏起来 组成武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究竟是什么 组成武进入坝下镇与萧月谈判 组成武表示愿意帮助萧月及其他镇民 演出苦肉剂 洋装被绑架 为镇民争取时间 然而 防备心急重的村民 为了将组成武拉到同一艘船上 给他注射的病毒 从而逼施兰拿出疫苗 有名摩天师之魔女 怨恨坝下镜头 风调雨顺 至于为祸 足取便逆 精血等污秽之物浅重生中 安恶种子 以其魔力催其生根发芽 祸害众生陷无间地狱 蒙昧众生皆不得知 辗转哀嚎受极重苦 你说 那从文去那趟县里都干什么了呀 那你说 他大半夜的从县里回来 不找尤真 去找龙九 这又是为了什么 正名摆着了呀 发现什么不好的事情呗 王嫂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从文 他有比大家都清晰的答案 哎 老嫂 你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啊 王 王 王 他们 他们都欺负我 李子文 你在县里到底查出什么事来了 不告诉我 我 我也想得到确切的答案啊 都给我站住 听见了没有 都给我站住 站住 大家都是有纪律约束的人 拿出点责任心来好不好 即便灾难无法避免 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蔓延出去祸害百姓啊 哎 那我说话都放屁是吧 现在是军事馆正你们出不去的 什么时候藏的这是 都把墙给我放下 我儿子都这样了 还让我跟你们着急 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直线抗令是什么行为 你们自己给我好好想想 把墙都给我放下 前面人听着 你们已经抓紧军事警戒架 不许塞上前 前面人听着 警戒架后就位军事警戒区 上床者 格杀无赖 警告 警告 前面人塞上前 我们就要开枪了 我们都是重庆秘密招纳的特勤 是正在执行任务的特勤 拥有自处权 任何人不得阻拦 警告 警告 前面人塞上前 我们军要开枪了 我看你们谁敢 我们冲过去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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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成果放下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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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投降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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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长李聪恩 我要求跟你们最高长官对话 我是重庆秘密招纳的特勤肖月 编号0173 少校军衔 我们俩都是重庆方的特勤 都是这儿的长官 我们要求对话 小语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吗 我要和这儿的最高长官对话 我已受军委特派 现在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们要求把没有被感染的人 撤离坝下阵 你们不是平民 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管辖部门的安排 不进行分类疏散 所有的人都会被感染 难道上风的意图 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对吧 对不起 我接受委派行使之责 但无权猜测上风的意图 他们向我的人开枪啊 施兰 他们打死了我的人 部队宣布过戒严令 开枪之前也曾多次警告 你应该清楚 军事管制是不讲人情的 更何况 他们是持血抗领 你说你是来救我们的 有命没命地关在一起 这是救之吗 这是任兵疫情扮演 我职责中更重要的 是不让疫情蔓延出霸下阵 我再跟二位长官强调一遍 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里 直到管辖部门找到 并送来足够的疫苗 施兰 你为什么 突然变得这么冷漠啊 这是非常实气 对不起 这次去夜县 有没有被人察觉 您对小五的行踪 见识周旋 让我行动起来 非常地方便 施兰 相信我 你干爹大势将去 疑问在李从文心中再次放大 所谓的使命究竟是谁赋予的 究竟有多重要 以至于不惜抛弃 甚至是牺牲掉所有的八下真人 近期的特A级秘店 为什么没有送过来 于主任 之前高处长做过吩咐 特A级秘店 由他单独交互 你脑子生锈了是不是 谁给他的这个权利啊 对不起 我也只是执行命令 于主任 检查组已经正式申报了责任行 您在接受调查期间 暂停所有的公务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报 举报我的人是你 你脑子生锈了 我们这么多年我举报你 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因为我要单独交互 特意集密店的事吗 你先把情况搞清楚了 再发表成吗 检查组正在申报责任罕 如果我不及时滥过来 举座会派个人来接管 你愿意多一个人 来缠和我们的事吗 包括八下针 那都是耗尽了 我们所有的心血 只要职犬钻在手里 谁都得忌惮我们三分 冷遇 我们这么多年梦不离交 你捣了我有什么好处 我是在为你 也是在为我自己 守住命根子 来 聪文哪 你才煮几天呢 就着急回来 他们都从证供署搬走了 你说我再住你那儿 就让人笑话 这给小妞找个爹 咋就这么难呢 李聪文 你必须得告诉我县里的事 之前没有告诉你啊 是 是因为我还没有调查清楚 可现在 说呀 我不正说着呢嘛 这小五逛妓院的时候 被人下药蒙翻了 有人做了手脚 什么人啊 不会暴露身份的人 于是 小五就成了感染源 然后就大军压境封锁罚下 让咱们自生自灭 不 更像着等着我们死绝啊 看来逼宫真的是犯了四季 我相信你才告诉你的啊 你可千万别莽撞 放心吧 既然是阴谋 就得谨慎处置 我会有分寸的 你准备压着这事 我还没考虑好 压不住 这梅寡妇啊 有一万种方法 能打开龙九的随 梅雨香 关乎大家的生死 所以对不住了 长虎 你这 什么路子 大家现在有必要 对一些事情 刨根问底了吧 出去 出去 过来的事 我们被人设计了 你来之前 我们正在说一些 去夜县调查的情况 月红和长虎 已经把情况跟我说了 对不住了 各位 因为小北的情况 我失去了沈慎的能力 但是我必须证告大家 胁迫长官犯的可是大罪 别往外宅了 小月 你应该很清楚我们的目的 长虎 让我来问你 小月 现在是不是可以确定 霸下阵已经身陷在了一场 以封锁疫情为幌子 以清楚我们为目的的阴谋之中 至少我自己找不到 任何逻辑去解释 为什么把健康人群 和被感染者困在一起 龙伯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当初为让尚风坐下开战的决定 我跟丛文干了很多 带有胁迫意义的事 因此 尚风已不再视我们为绝对忠诚 是不是 即便如此 我们也不至于一个不留的死绝了吧 我们的任务 无非是隐藏身份在这里生活 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潜伏 那么潜伏 无非是随时等待尚风的指令 随时行动而已 重庆房输万名特勤 不够工程的多了 还不是该工作的工作 该拿钱的拿钱 有点啥念就被清除了的 我们大家听说过几个 而事实上 从逼宫开始 我们面人人感到自卫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 或多或少的都猜测到 生活背后的内容 小月 李从文 请二位长官跟大家解释一下 生活背后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不要试图撒谎 在座的除了龙九都是老手 大家都知道 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使命 才要求承载人像机器一样忠诚 才能使上风 因为一点点猜疑便痛下杀手 我想 我们现在在座的 应该商量的是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不把孤独杖算清楚 我们做不到细心协力 龙伯 我和萧月身为长官 都有相应的约束 非常时期 非常选择 我们没得选择 未接授权我和从文就不能泄密 这是铁一样的纪律 我很不理解阿龙伯 之前一波接着一波的凶险 大家都能够齐心协力 为什么现在就不能 因为以前的敌人是鬼子 而现在的敌人 是自己人 混账 沈月红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知不知道这句话 会被敌行为反叛 这就是你给我们定的信吗 长官 沈月红 月红 月红 月红你要干什么 你疯了 我就是疯了 我反叛不了组织 到我能弄死自己 不杀我们死吗 好 我死给他们看 大伙一起死 死个干干净净 天假不留 我要收还这里杀了所有人 然后抱着小北踏踏实上环圈路 你给我住手 我们报警被清除了 还蒙造谷里 我们连最欺瞒的尊严都没有 我宁愿当一个疯狼的娘 拿自己拿大伙给王子配藏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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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你们都他妈别动 把火把给我扔出去 住手 你给我住手 住手 把火把给我 给我扔了 把火把给我 给我扔了 你把火把给我 我就告诉你白后的使命 都给我记住了 今天的这个秘密 这是我李从文一个人写的秘密 跟萧月没有关系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我们的使命是保护一批藏宝 一批南京沦陷使 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光灵藏宝 它的价值 无可计量 对国家的意义 也是无可计量 我想 你们现在都听明白了 如果再让我往下说的话 我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 杀了你们 另外一条就是杀了我自己 你不该给我隐瞒情况 来的时候你就知道 他们都是重庆方面 潜伏的特勤 但谁也没有说他们有武装啊 这就是需要军队的原因哪 石小姐 仅仅是传染病吗 还是他们犯了什么罪行 作为移民军人 你该做的就是执行命令 说得好 您有上方保健 您说了算 马团长 其实你提的这些问题 我也不知道答案 我跟你一样 都是命令的执行者 但是 我作为一个接受过特种工作训练的人 我很愿意代替尚风 给你一个诚恳的解释 我们对你隐瞒的原因 我们对你隐瞒的原因 只可能是为你好 请相信我 报告 进来 报告马团长 军系物资已送到 主司长随传前来 清零自查 石总 石总 你就是施兰施小姐 您好 这批物资中有些药品 是军委余利人余主任 亲自送到我手里的 就这么点儿 一定很贵总买 他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是 余主任 高所长没在里面 滚开 身为政要部门高级官员的秘书 却经常与 东京税务署的日本情人同信 这意味着什么 一点私事 一点私事 我是坚决指手 咱们绑密法的 谁会知道 放开 咱们绑密法 你竟然敢背着我下密杀令 请你放手 怪不得想弄掉我 把我弄掉了 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 霸下阵的那些人已经不在中城 他们注定应该被清除 高永天 你少给我来这套 我知道你打了什么算牌 霸下阵现在已不再受日军威胁 你就像焕善波 有你单独失令的人 这样你不管下达什么样的命令 都无需我的同意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随地骑走 那批狂陵藏宝 你将大势已去了 于主人 当初是你说每件藏宝都承载着历史 是你说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可伎量 所以我才帮助你扮胁迫的 让翁秘书长做了批示 你现在居然想私自处理这批国宝 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这些国宝足以从美国换回来一支庞大的舰队 于是你就成了功勋者 从此大权在握 你少拿那个当幌子 如今世界战争格局我和你一样清楚 等你所谓的庞大舰队建造完成之后 战争早就结束了 你不会得逞的 对了 我有件事没有告诉你 疫苗已经搞到了 而且已经秘密送到了疫区 疫情很快就会消失 而并不是像你想象地扩散到所有人 诗兰接到那箱疫苗之后 第一时间给我打的电话 什么 因为是密送 所以除了诗兰之外没有人知道 他不会将这些疫苗浪费在注定要被清除的人身上 你的甘女儿诗兰 只听从我的命令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从贵州回来的时间 我比你知道的早了一点 我比你知道的早了一点 就是你威胁教务长要把培训基地供之于众 对吧 这是个很不错的小说题材 让你退出 并不是因为你瞒报健康情况 而受到处罚 都是为了你好 心脏有先天性缺陷 遇到任何情况 你都会扛不住 你以前是个学医的 这一点 我想你很清楚 我报名参加培训 是因为 我非常热爱这个事业 很爱他 为了他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这些对我没用 那不见得 对所有的人都没用 好 好了 别哭了 从今天起 你的编制将由我直接管辖 你将被安排进洪十四会开办的医院 通过自身的奇迹表现 获得支援部队义务工作的资格 从而监视并瓦解军中所有的异己活动 是乱是个孤儿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夫妻 小五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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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有出的气没劲的气 那 惊死我了 那我去看看 怎么办 温大夫 这值班医生一个小时以后才到岗呢 你说这 我也只能让他有一时的情形 等我 看 你咱们 在妓院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吗 哎呀 你还为这下干啥呀 你有点主刺行不行啊你 说 你个老不着调了 知道老子是回光返照 快跟我说 当时喝点酒 睡着了 醒来就看到龙九 嗯嗯 之间的过程想不起 我也 我也不要想 万一逛了妓院 还是个楚男 死得丢人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又老不着调了 老子不想就 就这么死啊 老子最后一口气 还能 还能干点啥不 我 当下我们要做出有效的决定 没错 现在大家都是别分异常 弄不好 就会跟军队来此大火拼 那就拼呗 再怕谁嘛 那大家就没救了 我们还有救吗 相信我 只要稳定住大家的情绪 让他们跟部队 不要搞得你死我活的 我们就还能自救 说得倒是轻松 到了这个地步 我拿什么安住大家 给他们希望 月红 为了小北 我希望你尽量 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事实上 我比他要明白 好了 通知重点人员开会 稳定情绪 使命是伟大的 只是暂时与组织的沟通 出现了问题 我想只要我们能活着 继续肩负使命 我们依然是工训流 切入正题吧 聪管 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要商量如何活下去 我跟邮贞商量过了 开启第一道紧急出口 我们出去 跟组织进行联络 让上风撤销庆祝令 当然了 开启紧急出口 是最高级别的紧急措施 需要你的同意 同位 你跟萧月说话 向来是说一半留一半 表面上看是掩盖住了 但是实质存在什么危机 谁也不知道 这次事关生死 自己的命 我们要自己掌握 长虎 他对你也一样 躺着掖着 虽然你们经常同书同注 我说得不对吗 既然实施的是最高级别的紧急措施 大家能处理多少就多少 出去以后分散隐蔽 没错 突围人越多 上级越有所接待 他们才能收回成命 聪文 出去的人是藏匿 而不是逃逸 如果上风再发召集令 他们会一个不缺地赶回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 戒严部队的侦察病日夜监视 如果群体行动的话 很容易被发现 夜里行动 走台式地道 能被谁发现啊 沈玥浩 主伙你什么来着 我们水深火热 你俩溜出去 这公平吗 我看为了让大家安心 能出去一个是一个 沈玥浩 我为了不是自己 因为我走不了 我还有小北 我看这样吧 没有孩子的青壮年 负责突围 有孩子的家属 跟我留守在正里 入业之后展开行动 绝对不行 你们听我说 你别说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什么 什么 什么能让大家感觉到希望 就是在危难之时 作为长官能够跟大家在一起 有一次完完全全肝胆相照的行动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沈玥 这个事我已经决定了 你是同意还是反对 我反对 绑了 干什么 一起绑了 放开我 小北交给你了 我带人突围 等我回来 这次行动 我把人员分成AB两组 留守组为A组 除沈玥红 补燕平等病患者家属出外 其他人做自发式集结状 勇气针北门请接线 吸引戒严部队的注意力 然后 协助B组突围 B组人员 分别进入自驾的地道口 汇集之后 由萧月长谷带队 开启逃生出口后 迅速潜入山地密列 然后以家庭为单位 分散隐匿 当初还担心我乱来 可见你的判断 又多么不靠谱 萧月也真是 你说闹什么摇蛾子 这尚丰怎么选的长官呀 没一个靠谱 他们这样肯定醒不通 太前考虑了 赖谁呀 当初咱们俩就应该干了 用得着跟他们商量吗 那你那么有预见性 你怎么不把你那片刀 带来应急啊 在你眼里我就一打手是吗 我什么时候说你是个打手了 我什么时候说你是个打手了 我只是在想 像你这么 一个有打手潜质的人 怎么能像我这样不斤打呢 自己说门 我错了 我错了行了吧 我怎么觉得 咱们俩越来越像夫妻了 这一遇到事就相互埋怨 是吗 看来你挺了解夫妻那件事啊 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小老板 小老板 文大夫 文大夫 哎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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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是怎么了 你这还看不出来吗 你没参加行动啊 什么行动 我是来跟你们说小五的事啊 行了行了先给我们解开吧 小五怎么了 你得先跟我说说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老头 你到底有劲没劲啊 我怎么没劲啊 现在明显的分两波了 我得想想我暂得一波 什么 据我所知 是 霸夏镇所有成年人 都是接受潜伏任务的特决 要严防他们在恐慌之下 采取非常手段逃离疫区 以致疫情扩散 由此可见 这些人都具有特展能力 所以 必须组织一次休息 收缴他们的武器 但彻周的是 病毒是通过直接接触进行感染 尤其是近距离的武力冲突 哪怕只是皮肤擦层这样的轻微伤口 都会因为舰上病毒 携带着的血液和体液导致感染 而且 血液和体液接触的感染速度 会快得惊人 你的意思是 我们除了远距离防毒之外 没有任何办法 他们是高危人群 但不是我们的敌人 戒严部队不需要打仗 但谁能保证这些人 不会向我的士兵开箱 报告 进来 报告失作 一区镇门聚集去了镇北门 在警戒县内 与第四区只守官兵展开对峙 所有人都持有相欠 什么 对了 镇长二八 让我转告一个情况 聚集者以中老年人及妇女居多 去吧 镇子下面布满了地道 它是接触地道的排水系统 进行循环的 这是幌子 目的是吸引注意力 掩护令伯人逃走 逃走 从哪里逃 地道 有人告诉过我 霸下战底下地道密布 后来我十一手段 让她不经意地泄露了 通过她出口 跟我来 情况就是这样 明白了吧 肖月是临时起庆 因为不坚持初衷 所以跟大家一块起哄的 她这么做 就是想在沈月红面前 证明她是个男人 她们一定会出事了 这回来的是四十六师 组成五的部队 向来精于部署 你说那么多人潮跑 不是在路上被发现 那就得在后山遭遇堵截啊 温大夫 想好怎么站队了吗 还想什么想啊 我告诉你 已经没时间了 肖月对肖北 比对她的亲儿子还亲 现在追杀令里头 涉及到肖北 所以 她要分身老早就翻了 还用得着月红去鼓都吗 你说你嘀嘀咕咕的 怎么比我还啰嗦 你想说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说肖北之外 她还有个党国的爹 组织的娘 她再受虐待 她也得要孝敬啊 她想要是大家 她理说不通 她就借着部队的手 来缴大家的戒 你们立即撤出警戒线 撤出警戒线 放我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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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自己人 别刀兵相剑 交上火了 所以没有好处 立即撤下警戒线 撤下警戒线 撤下警戒线 不管四十六十精不精锐 有肖月吃里怕外 他们注定要失败 温大夫 你这是占我们这头了 逃跑 人少总比人多好办 事实上 我们已经不知道 怎么逃出去了 地道出口被他们用了 我们得想别的办法了 还想个屁啊 他们行动 必定是乱成一锅粥 你们就在锅边上走就行了 怎么走啊 四十六十的锅边那么厚 怎么能走出去啊 会有人帮你们击破的 你 小五 什么 是小五他自己提出来的 他想用他生命最后的一息 为大家做点事 那利用一个要死的人 不太道道吧 他是想死得光了吗 我想我们应该成全他 只要你们不抛弃大家 去过自己的神仙眷侣的日子 就没有不道德之术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温老头 我们能干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吗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们 你我不信任你们 我干吗要给你们松绑啊 你不信 走走走 走走 看大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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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从文的同意 我就是擅自启用的特高级紧急措施 若需跟上风解释 到时候我们都可承认是胁迫你干的 但愿我打开的不是潘多拉的磨盒 对不起 亲民们好像开始闹事了 我们早点回去吧 守好医生的职责 就算只是逆行检查 也不能有半点马虎 我就是说说嘛 何必那么认真 这是谁干的 肯定是温大夫 今天清楚到这种程度了 真就还有什么用呢 叫我 同志 我们先说 我们一起去做 这种程度 我们先去做 你做什么 我们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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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何从来 下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立即交出武器 并依次堆植在 人群前十五米的空地上 然后 按照我的命令 沿进阵路线列队返回 此命令 可侍卫最后通牒 如勇为抗 格杀勿论 舍舍出现 放我们出去 放我们出去 立刻射手警戒线 射手警戒线 放我们出去 你们都给我听着 你们掩护的那拨人 都已被包围 也都已经缴线 你们的行动败了 你们尽快放下枪械 悉数返回 否则 以暴动论处 小王 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方法 你告诉我 你是愿意做病死鬼 还是愿意做厉鬼 你有老不照的 快 那个人 他们过来 给你们去 离开 这个人 你要怎么晌倒 你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对吗 现在我们霸家镇的所有人 你只信任李从文一个 从侧边绕过去 小心点 走小王 命令一营 按原定计划 远距离押送 是 二营 看到他们过去之后 倒是二十五米以上距离 同速引领 是 三营 清理县长回送军线 是 是 他是白癌者 大家小心 不要被他行见到 好 不要 不 你 没有 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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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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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已要求在场官兵进行自查 发现身体伤有破口 立个到医务栈参加学检 真是丧心病狂 怎么可以如此利用一个吹死的病人 更可怕的事 谁也不能确定出逃者体力 是否也已经携带了病毒 你担心的就只是病毒吗 您什么意思 组织长 当时您有机会击逃出逃者 为什么不肯做 海洋造了弹机的窗口面太大 组织长出 难免见到士兵们身上 那俩不是感染者吗 那谁说的 立刻通知办法大队 三线收捕 N95多巴区 展开地台的搜捕 是 外防大队 原来您也有防备措施 像特务组织战 当然也有多技术防备啊 你说是不是 走 走 你干什么呢 狗鼻子要是闻了这些辣椒 就不灵了 不怕 你会被关掉 你会给他们 你会把他们带来 去吗 你会是什么 反正的 你会是什么 帮助 你不想让他 你不想让你 你不想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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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你们三个带着狼狗 马上去吊桥那边清洗鼻孔 然后继续守卫 替他人给我继续搜捕 来 来 李宗文 你没看见他已经晕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走赶紧走 你没看见他已经晕了吗 我杀了他 赶紧走 他们那人一会儿都来了 怎么了 赶紧走啊 周围的士兵要听见枪声会追过来的 李宗文 戏演得过头了 又怎么了 那天我质问你 为什么会救共产党的人 你说只要是无辜的你都会救 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共 你为了证明这一点 假装在这儿装慈悲 行了行了我是共产党行了吧 赶紧走 你就是共产党 你有完没完了你 没完了 逮这场景就演戏 要不是兴趣你有这必要吗 走 你伤得让你啊 你放开我 你赶紧跟我走 我不 走 走 我不 赶紧跟我消停点行不行 你干什么呀你 何友真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跟共产党有多么大的仇恨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消停了 陈发下阵的人都等着我们救他们的命嘛 你以为这点破诊你交一个没完 值不值啊 你对得起谁啊 你对得起拿命帮我们逃跑的小虎吗 你心里边除了你自己还有谁 少给我嚷嚷 没完了你 没完了 你把嘴给我闭上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不听我呢 你别怪我李同王对你不客气 走 准备 走 去沈领方 他们正希望我们往那窜呢 前面是悬崖 射击局下不来了 目标锁定 沈领方 沈领方 这当兵的还算是义气 把小谷子的尸首给送回来了 仗一个屁 他们是为了把病毒局限在警觉区内 逃生的路都被堵死了 咱怎么办 首先 必须解除萧月的指挥权 你想干嘛 仗虎说得没错 你明知道逃生的出口早已泄露 却还要假装顺应打架 你这个领导者心有点黑 我不这么做能情吗 慌乱之下胡乱做主张 根本没有成功的概率 至少现在丛温和邮臣已经出去了 我刚才看到信号淡了 因为并没有贵赢 我正在是想战帅 考路时间 还有大家的中队 为了解了解决 要是说 隆射击手 有时就把郁文兴红 和郁文兴的车处 和郁文兴红 横述是个死 要我说呀 跟他们丘爸们拼了算了 拼拼拼你就知道拼 枪都被缴了拿什么拼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山东其实没被废弃 你说什么 那个 我和丛文 储蓄了些粮食和腊肉 还有些钱 这事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 我只能说 作为长官 有些事情 我必须保密 对自己的妻子也是对吗 当然了 夫妻也好 父母兄弟也好 都是假的嘛 我敢肯定 除了背面的悬崖 整个神女风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真想不明白逃这儿来干嘛 说是要出神 结果却进山当了洞主 就算这里面还油米有肉的 看来你是很想过过神仙剑里的生活是吗 这不还有弹药吗 就凭那些弹药 你觉得咱俩能对付他们一个婴吗 拜你所赐 要不是因为你矫情 我们早跑了 要不是你妇人之人 我能起误会吗 行了 你把嘴闭上 来 轻点 忍着点 要不包好了会感染的 你给我记住了 这道伤是败你所赐的 你怎么又赖我了 当时我要是干掉那球疤 能有这一枪吗 算我错了 行了吗 那你给我说实话 你们偷偷地布置这里 是不是为了危难临头 长官先走啊 好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 长官和士兵的责任不一样 所以在危难里 行了 这是规则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我是想问你 如果真遇到长官先走的情况 你会带上我吗 我这不带上你了吗 你真诚一点行吗 好 我真诚地告诉你 如果在危难之时 我会带上你 还有小妞 你是为了小妞 还是为了我呀 为了你们俩 我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四零年七月 你和汪精卫有过一次秘密接触 为期两天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有过什么约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林先生失事了 你就觉得这条线上的人 都得靠北站 你就卖了我 抬上自己对吧 可是你没有想到吧 翁秘书长依然被违义重任了 我想他现在 正急于调查一组重案来巩固自己 而你 显然能够满足他的这个愿望 这国宝由你这样的人掌握着 他会不会觉得毛骨悚然 你没有证据 调查统计局有的是办法 从你的嘴里得到证据 累死了 雨 好 你看 开交流 你 握 你 余主任 我秘书长在里面等你 余主任 余主任 你来了 我正等着你呢 检察组声称 你对调查工作 十分地抵触 拒绝配合 希望我 以私人的方式 跟你做一些沟通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什么 我不理解 高处长怎么会在这儿 你还不知道啊 高处长是审计组的 总负责人 尚丰亲自违派的 难 对不起 我一直犹豫着 没有告诉他 就是怕他误解 尚丰的意思 以及我和他之间的 有误 是 余主任 翁秘书长说 大家还是朋友 够狠 只要我们站在了对立面 不管我做什么 都算是瑕疵报复 我们算是撕破脸了呢 我们早就撕破脸了 林先生失事了 他的好友翁秘书长 却被委以重任 你说得没错 翁秘书长 急于查出几桩大案 来供过自己的位置 很显然 他查出的对象不是我 而是你 你说什么 入阵狡杀 是 石小姐 你曾经口口声声告诉我 他们不是敌人 可他们现在已经有了敌对的行动 但他们已经被缴械了 所以现在是时候了 这次是侥幸 我们的官兵没有被感染 但若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谁也打不了保票 说实话 我们都很清楚搞到一秒的希望 是非常地渺茫 他们要还是有半点的责任性 我愿意等待一次奇迹 可如今 这些受过特种训练的人 是挖空心思地和我们对抗 不惜一切代价 勇气卑鄙的手段 我不能 不能让我们的官兵 受到他们的祸联 宗市长 隐蔽病毒的危险性我最清楚 我这么做 是为了大家好 请收起你那看似无邪的目光吧 我很抱歉 我不相信 在锦衣卫的想法里 会带有感情的字典 都我这上方保健了 别再说你不是他罗 我没有失去保护 归下官兵的能力 情况 也没有恶化到 你描述的程度 刚来的时候 您没有这么软弱 是什么原因 让您发生了变化呢 我想提醒你 施小姐 军队不是杀人机器 我会有军委高佑天 高处长的授权 可俞主任曾吩咐过我 面对任何情况 都要审慎决断 俞立人 俞主任 林先生的左膀右臂 可据我所知 林先生现在失事了 他那条线上的人 正在噼里啪啪啪下调呢 也包括 你那位飞扬跋扈的妻子 我不管你是谁 四十六师 依然是听命于我